她整個 她的濕濕的原因是真的是分泌毒素 請問一下 她不是都放這裡 那她怎麼去散 沒有沒有 她身上一顆一顆都有毒線 她整個身體是濕的 那個是毒 可是她的耳 就是黑框纏除 你看她眼睛後面有沒有看到一個比較淺的圓圓的 那是耳朵 耳朵 她耳朵 她沒有外耳殼 骨膜 叫骨膜 那耳朵後面有沒有看到 凸起來的地方 這邊凸的 那叫耳後腺 那是毒腺集中的地方 所以纏除有耳後腺 青蛙沒有 可是她身上剛剛看到那一顆一顆的都是毒腺 其實她現在已經分泌毒液 所以她整個是濕的 她的毒液可以 譬如說像您現在抓著 她就會一直分泌 會 她會分泌 分泌到什麼時候會結束 就是沒有了吧 你握在手上看一下吧 那你如果再用力去擠的話 這邊會變成白的 然後刮下來 她就中藥了 有強心的功能 所以有些人就有把藥用這樣 強心劑 她是黑框纏除 所以她眼眶周圍是黑色的 然後她擦黑色指甲油 你看這邊是黑色的這個 有沒有看到 所以不要說蠶除很醜 人家恩愛漂亮 然後還擦黑色口紅 有沒有看到 戴黑框眼鏡 有沒有看到 有 這隻是公的 幼蛙 幼蛙 如果熊的話 下巴是橘紅色 她這隻還沒有成熟 她看不太出來 她現在是很生氣的狀態 對 她在鼓氣 但是只有蠶除會鼓氣 青蛙好像也是會 蛙的生氣 那有一些你抓起來還會有氣噗噗的叫聲 有 抓起來都會一直 來 用一些模仿一下 就在叫這樣子 那通常我在解說的時候 其實我會比較用蠶除 因為蠶除 它比較耐抓 它也不會跑 它比較耐抓 對 比較安靜 然後它的皮膚這一邊也比較粗 所以甚至有時候我就 比較好抓 我放在這樣子也可以 很溫馴 就是很溫馴 你看 它會這樣爬 你不會害怕嗎 不會 你就這樣子 然後它下巴在動 在呼吸 所以它現在很緊張 像我們就會尖叫 啊啊這樣子 對 然後我有時候就會故意這樣子 就破除迷信 因為很多人很不喜歡它 然後覺得它很 很醜 很醜 然後又有毒 然後我有時候我經過這樣子 青蛙公主這樣子示範完畢之後 就變慘了 就覺得好可愛 對不對 像日本不是有空手道的 好可愛 空手道